大家好,我是中原訓練學院的Sunny 之前講完有關執業通告上出現的題目 應該難不到大家 今集會講一下標準文件,即是表格1至6 不是,業資料表格就是表格1、2 3至6就是地產代理協議 都是一個頗熱門的主題 我們一起看看考試以往出現過甚麼題目 第一題,根據地產代理條例 以下哪項哪些情況下 地產代理須與旗客戶以定名表格 訂立地產代理協議 1.一宗只涉及一個獨立車位的買賣 2.一宗只涉及一個商鋪物業的買賣 3.一宗只涉及一個二手住宅物業連車位的買賣 4.一宗只涉及一個一手住宅物業的買賣 有五個答案給大家選 大家試試選吧 題目問在甚麼情況下需要使用定名表格 地產代理條例提到 持牌人在處理香港住宅物業的買賣或租任時 需要使用定名表格 特別提到三種情況是不需要使用表格 1.車位的獨立買賣或租任 2.非獨立住宅物業單位的租任 即是沒有獨立主食設備及浴室的單位 3.一宗的住宅物業 所以選項1、2和4都是不需要買賣 只有選項3 即當物業連車位買賣時 需要以表格定立地產代理協議 即答案A 大家答得對嗎 可以 第二題 有關定名表格的印製規格 以下哪項哪聲描述是正確的 1.必須印上地產代理監管局的標誌 2.不可預先印製額外條款在定名表格上 3.不可加上任何額外條款 以限制或底足協議原有的條款 五個答案大家試試選吧 3.地產代理監管局 地產代理監管局對定名表格的印製規格是由致印 我們逐項看看 首先第一項 指引提到定名表格可以考慮印上地產公司名稱及標誌 但不可印上地產代理監管局的標誌 所以第一項是錯 第二項第三項都是關於額外條款 指引提到加額外條款 需要先向客戶解釋清楚 雙方同意才可以加上 所以不可預先印製或填寫 亦不可限制或底足原有的條款 所以答案是B 另外溫馨提示 印製規格中對表格內的字體大小都有規定 大家合不合呢 第三題 在一單住宅物業買賣交易 賣方跟一名地產代理簽署了買賣協議 並支付了佣金給相關的地產代理 如果之後交易被因賣方犯錯而告吹 地產代理需要不得遲於以下 什麼時間把佣金退回給賣家 A 於買賣雙方以書面取消交易之後的五個工作天內 B 於買賣協議指明的完成交易日期起計的五個工作天內 C 於買賣雙方以書面取消交易之後的七個工作天內 D 於買賣協議指明的完成交易日期起計的七個工作天內 E 於地產代理協議定名的代理委任期間滿後的五個工作天內 麻煩答案大家試試去選吧 大家見到這條問題 可能不知道在哪裡找答案 其實地產代理協議對題目中的情況是有規定 與賣方簽署的表格3當中附表2 賣方支付的佣金一項 第二點就有提及 地產代理須在設實可行的範圍內 盡快將佣金退回給賣方 無論如何不可以遲於答案B所講 在買賣協議指明的完成交易日期計五個工作天內 各個答案都差不多 所以這個規定就真的要記住不要搞亂 希望今天的題目幫到大家在考試裏邊加加油 如果你還有什麼疑問歡迎留言 記得訂閱、按讚和分享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下鐘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影片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其他主題的題目 拜拜